接着来看到的是彭博报导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致函给推特公司 提议按照原先的协议完成收购 那么消息一出之后也带动周二推特的股价亮眼收红 马斯克跟推特之间的恩怨经过好几个月的传送之后 现在有望尘埃落定了 那么根据外媒报导 马斯克提议要按照原先协议 以每股54.2美元价格完成收购 消息一出之后 周二推特盘中股价就直线拉升 不到十分钟日涨幅从0.9% 扩大到10%以上 甚至还一度触发了暂停交易 不过先前马斯克一直在寻找 推特上有许多垃圾账号的证据 现在突然发布收购 很可能是因为间接承认 胜诉的机会不大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